今天早上一家大小的嘉賓 是一位事後級的人馬 歡迎惠地恩 早安 你好啊 Eugene 早安 你好 疫情經過這幾年都應該要畫上句號 而事實上 我想大家都不希望再需要有一刻 要戴著口罩去生活 但是有一些事情在疫情的過程當中 令到我們真的有很多不同的改變 不如先和阿滴地恩講一下生活這個範疇 生活的範疇可能包括你的模式 或者是習慣等等 因著這個疫情是否有不少的調整和改變 相信一定會有 畢竟真的橫跨了三個年頭 我相信大家戴著口罩 對 大家在生活上已經有很大的改變 首先真的是口罩 這三年來每一天使用的口罩 消耗的口罩都數不完 數以千計 對 或者女生都習慣了可以只化上半妝 有好處的 我覺得如果我們自己是一個藝人的身份 其實在沒有疫情之前 通常不多不少都會遮掩眼圈 不多不少都有少少化妝 但是我覺得有口罩 可能以前也會戴口罩 但是沒有因為疫情而變得正常 反而可以少化妝 因為其實眼罩 上面的位置也不多不少遮掩眼圖 可以省多些時間 懶得一點就懶得一點 哪派的一點也好 還有很隨便 再自在一點 但可能你們做活動的時候 很多時戴口罩都是那種透明色的 其實變相在妝容方面 懶不了多少 如果你現在這樣說 我現在回想 其實我拍白色強的時候 就已經要戴口罩 然後現在大家看到的 連正追擊也是戴口罩 我之後拍的破毒強人 都是戴口罩 都是這三年來我拍的劇集 都是戴口罩拍攝工作 對 遇上的作為我這個職業 其實是有麻煩的 因為你知道化妝師化好妝 當然是盡量不要弄花她 不要碰她 但是你一戴口罩 尤其是之前最初都是有接合 封琴式的口罩 其實一放上去這裡 再扯在耳朵 那裡已經一定有條痕 到我去到地位 車程的時間 其實已經有一條痕 變相你又要給她時間 打回圓形 如果做拍攝就更加會拍到 還有唇膏 她真的會碰到口罩 真的 變相去到也要花一個很長的時間去補妝 然後出油 真的會遇上這些問題 但幸好同時間都是很理解 都是給一些時間 我真的不好意思 因為戴了口罩 我也需要時間去補 大家是非常理解的 但無論如何這些都已成過去了 我們大家都不希望再需要必要的戴口罩 只是希望可能純粹出去了一些比較多人的地方 大家可以選擇戴不戴口罩 而剛剛過去的農曆新年 我想是屬於這幾年裡面 可能是新年氣氛比較濃烈的一年 大家都願意多些去朋友家拜年等等 當然一如以往 都會去一些不同的朋友家 跟人辦年 而這些朋友包括山蔥等等 而永遠見得山蔥 山蔥不是主角來的 Jacko BB 才是主角來的 Jacko BB 今年難得 深層來個大反轉 怎樣這樣說 根據以往定欣和Jacko BB 相處的往直 很開心的 但講到以往 代表今年這個反轉 我見到Jacko BB 收到一封禮時 經常的樣子都好像很緊張 今年特別緊張 是不是真的嫌 阿姨天安風 麗蝕 是細風 零零碎碎碎 今年是這樣 我非常驚訝 你這麼快就問Jacko BB 我覺得我跟她的關係真的很深遠 很朴索迷離 而且 應該全宇宙大家都很關心我跟她的關係 山蔥 你要聽 你這段訪問 究竟跟Jacko BB 怎樣 我還記得初頭 她一兩歲年的時候 一直以來 不是 其實沒有OK過的 沒有理由 我看到有幾次都笑得很開心 你跟她玩的時候 其實很有趣 我很喜歡放一些 整鼓完她出來 她那些完全都很不理會我 那些反應 因為那些是大家最想看到的 即是今年就很成功 私底下 我也有哄到她開心 因為始終你對著一個陌生人 或者我跟她的緣分就是這樣 我跟她的溝通 是要用很長時間 很長時間 就算我兒子也是 所以她就會接受你 因為我可能很喜歡整鼓她們 可能她們看著我 就是這個姑媽 或者這個姐姐 這個Anty Man 往年都是整鼓我再先 對 整天都是整鼓我再先 所以我就不理會她 但我又最喜歡整鼓她們 以及分享我整鼓她們的反應 所以其實是很有趣 那譬如JacoBB 我真的跟她們 是真的 是不知為什麼 我們可能的緣分是未到 即是有了天窗還未打開 荔架不夠大風 對 我記得今年的荔架荔架 很慘 其實這是有原因的 因為我是突然間殺到山蔥的家 那JacoBB就在睡覺 你想想所有BB被人弄醒 逗禮時 那當然會不開心 莫哥說大人 這個起床起小孩子更加明顯 那她爸爸又是這樣 你要恭喜呀 你要恭喜發財 那怎會說話 那她覺得被爸爸不斷逼她做一些事情 那她就只能夠 收禮時就照收 但是摸著一封禮時就 為什麼要我說話 突然就形容緣分未到 即緣分一早在 只不過未醞釀到對的位置 或者可能當Auntie Nen減少了整股 她們就會記得Auntie Nen 不是永遠見到她 她都是被人整股的 不是呀 就是她得到太多的寵愛 所以我應該給她一些 應該一些鹽一些糖 去平衡一下 讓她知道這個世界的險惡 沒錯 真實的社會就是這樣 但至少我覺得 看到很多師父母 普遍都跟她們相處得很融洽 除了起碼過去這個新年 是一個氣氛最舒服的一年 而剛才都談到 在疫情期間 生活有很大的轉變 工作方面有很多不同的 拍攝上有困難 但至少都一一熬過 而另一個生活方面的轉變 我想運動方面都有不少 本身其實Auntie Nen 已經是一個很喜歡做運動的人 但在這段時間的過程中 比以往還要接觸更多運動 是否不多不少 因為這個疫情 而推動了你再對運動的熱愛 首先 的確是多了時間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因為之前或某一段時間 其實都不斷拍攝 其實去學新東西 其實真的需要時間 還有你真的要有一個空檔出來 要培養興趣 是的 這個疫情下 其實我想近年 我多了兩項運動 自己一接觸就愛上了 第一個就是Tennis 網球 我從小到大 和球類的運動是沒有緣分 也沒有興趣 沒有緣分 即是沒有機會試過 就算羽毛球 你一定有小朋友打過 你也沒有喜歡 籃球也沒有喜歡 沒有一樣球類運動 是你一接觸 或者你有興趣想去做 但是因為我想可能年多前 休息的時候 我就陪我爸爸打網球 即是他不是很聰明 但他有一群朋友會打網球 叫做大家娛樂一下 那我就會覺得 我和爸爸沒有一個運動 是一起做的 從小到大都沒有 因為我爸爸本身是踢足球的 那我又不會踢足球 變相 這個運動是偏男生 而且我覺得 也挺好玩 我玩第一次之後 我覺得也挺有趣 然後再深思想 我沒有試過和爸爸 是一個互動的運動 是一個交流 難道只是坐在家裡 沙發看電視嗎 可以有更多不同的款式 我覺得這個對打 其實無論打得厲害不厲害 都是一個婦女之間 其實我不是要跟她打得很激烈 其實我是從這個運動上 和我爸爸有更多的溝通 更多的交流 以及一些互動 其實你從中 無論打得如何 都是一個 和你爸爸增見感情 或者是想怎樣 和對方溝通的一個方法 因為有時候 我兩個都不太喜歡的時候 其實是比打球多 或者猜一下球 猜到球也算是這樣的 沒有 還沒猜到 因為我們兩個的打法不同 當我學完再打 變相是 要控制自己的情緒 因為我很容易敏鎮 我的矛盾就是 我很想和爸爸打 但我還未和他打到 他有時是實力的 因為他和我打法真的不同 面上你在中間就是 你要調整自己的心理和情緒 我和爸爸是玩的 我不可以因為我這樣打不到 而大家有情緒 或者我自己有情緒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好的成長的過程 除了網球之外 另一種 剛才突然說到 這段時間忽然間愛上的運動 我相信應該會包括你剛剛完成的 這項2023年的 一項挺有趣的挑戰 就是滑雪 是的 2023年第一項的挑戰就是滑雪 滑雪 而且也不容易做到 起碼我們香港做不到 是的 因為可能你也不少聽到 某些意外的發生 自己也覺得 不可以弄傷 不可以手停口停 不如我完全不要接觸 真的想都沒有想過 很久之前試過滑雪 但是沒有喜歡過 因為我也停不了 因為你涉及速度 停不了就是不安全 是的 有很多的控制 對 那就覺得不會玩 這次就是因為身邊有朋友去滑雪 然後就 你有沒有興趣來 不如你試試學 然後就開始上網看 那些人snowboard的片 然後就覺得 我想為什麼會吸引到我 就是我看到那些女生長頭髮 不用戴頭盔 只是戴個帽子 戴個眼罩 然後穿到小板 就snowboard 然後我就覺得很有型 是信心的表現 所以我現在的頭髮還沒夠長 然後那些衣服又很有型 一套 很casual 即是不止大家看到滑雪 還是整個都腫了 沒有啊 完全不是 然後就覺得想試 因為之前也很想試試學滑板 學滑雪 雖然我沒有學 但是看到有些很小的小妹妹 因為她們重心低 她們玩踩板 玩到很多花式打了後空花 然後你會覺得很厲害 加上可能成為了這個奧運項目之後 對 令我身邊多了很多爸爸媽媽朋友 就說送女兒送兒子 要學滑板 有型 是一個很有型 而且真的不容易做到的事情 然後覺得 OK 我就2023 就試吧 大不了就不玩了 嘩 都不是 大不了都可以弄傷 都可以弄傷 但是我相信我的能力 不會去到那種受傷 對 因為始終 我都會戴上整副衣服 護鞦做好 對 頭盔 手肘 護衫 護衫 全部都戴上 是一個好的裝備去玩 還有 我怎麼說 第一天 其實頭兩天我已經有請教練 還有第一天 我都是在最山腳那裡玩 但是老師反而會快點推你上去 他覺得你做到 還有你有運動底 那你就去 可以了 你去生命吧 你去挑戰 你去生命吧 你去生命吧 因為你站在山腳 他沒有車到 其實你是學不到的 你後來找到這個狀況 都要判膽出來的狀況 但是 其實這個挑戰 我覺得 我在六天裡面 我已經克服到 戰勝了自己 因為首先你又要克服速度 你又要去摸摸你 用腳的或身體 哪個肌肉去協調你的動作 很多東西要克服 其實頭兩天兩三天 有很多憤怒 然後你穿上衣服 女生又麻煩 其實是特別的 又要去廁所 你一緊張 就很想去洗手間 有很多東西 有很多東西 但是我都一一克服 我覺得 是很期待 再有一個新的旅程 首先這個新體驗 加上我想疫情 大家很久沒有去過旅行 去旅行本身已經感覺到 好像天恩賜一樣的禮物 加上可以接受這個新的體驗 就是學習新的東西 過程當中又經歷這麼多挑戰 六天裡面 可有樣貌 感覺到 這件事會繼續發生 有機會 是啊 還有我覺得這兩項運動 挺有趣 我雖然還是很年輕 但是畢竟在一個四字頭的時候 再去有機會 愛上一個新的運動 有一個新的學習 其實在這些過程裡面 我自己都會有很多靈異 這是一個了解自己 今時今日自己的過程 對於 剛才說到 今年其中一個很重要 就是我們試一些新的運動 挑戰自己 對於很多不同人來說 都說 新年都希望做到一些新的東西 去挑戰自己 如果說話說是挑戰 有一個項目 其實對於喜歡你的觀眾 都很期待 這件事就不是演戲了 演戲因為大家都經常會看到 這個期待就是 不知道定欣會不會 考慮唱歌呢 因為以我音樂方面 大家都認識的 第一 其實是在比賽出身的 而也都在一些劇集主義曲 有唱歌 暫時可能經歷這幾年疫情裡面 原來很多人都說 會生病去做一些自己增值的事情的時候 音樂有沒有有機會 可能在今年2023年 或者不久的將來裡面 會是一樣 你都會重新重新重新的事情呢 其實在過去這個疫情期間 我在唱歌這件事的時候 在唱歌 其實在過去這三年裡面 是我花得最多時間做的一件事 雖然不是公開去演出 但是反而就是 在這個疫情期間 我有多些時間 去真的很密集式去上課 真的 我想我這三年最開心的就是 我在自己在唱歌的技巧上的進步 雖然我不可以說得出 我已經變得很好 Range Live 廣告了多少 沒有數得計 沒有數得計 但是 因為可能我本身 從小到大都喜歡唱歌 而我入行的原因 最初是因為想成為一個歌手 那 紀元巧合 我又展開了另一條路 就是成為一個演員 去拍電視劇 那 在這個二十年之後 對 或者 這個疫情期間 我反而是想 在這個唱歌裡面 做更多的改變 嗯 那個改變是什麼呢 其實 將我以前的東西抹走 但是其實 我從來都沒有花很多時間 在唱歌的技巧上去學習 也都 怎麼說 一直以來都是 有練 但是 其實不知道怎樣為之好 對 很主觀的音樂 對 或者唱歌應該怎樣唱 我沒有去花時間去學習 所以反而 在這兩三年 疫情期間 我多了時間 不需要拍劇 拍到那麼密的時候 是 我遇到有一位很好的老師 他就在這兩三年裡面 改變了我很多 訓練了你很多 其實是 我當由零 開始過去了解唱歌 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現在還是一個過程 我希望 為什麼我一直以來都沒有 我一學完 我就馬上去表演出來 表演 因為 原來這兩三年 我發現我越進步 我越覺得自己不夠好 嗯 即是 即是 你還了解前面 其實有很多東西可以學到 對 還有很多東西可以達成 對 因為 反而現在有時候 為什麼我以前都敢唱 為什麼現在不敢唱 因為我覺得自己還不夠好 我離那段路還有一段距離 但是 我相信 這是一個過程 老師都不斷提醒我 你現在正在改變的過程 其實 是痛苦的 但是 當你過了那一關 但是痛苦的過程 其實很享受 是的 譬如突然有一堂 你突然說 你的音域又做多了 那條橡筋又拉伏了 的時候 老師很記得 他說 你上一堂或上兩堂 你還沒去到這個位置 你今天去到了 真的嗎 他說是 那你又很開心 因為 它是你付出過的努力 但是 必須有這麼痛苦的過程 所以音樂從來都不是那些 可以寫入手冊裡說 你進步了多少 但是 對於自己在不同方面的成長 當然自己就最清楚了 我想觀眾 除了很喜歡你的演戲之外 都希望 當練習到什麼時候 就可以有多些音樂作品給大家聽到 一家大小 有我們這家人陪你嘻嘻哈哈 馬上Like Share Comment 再在YouTube按個鐘仔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回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雙台節目重溫